江启臣坚持挺韩张博洋批改革喊假的 记者葛又豪高雄报道国民党新任主席江启臣上任后 将力保韩国瑜的市长宝座对此 台湾激进新闻部副主任张博洋批说 江启臣若坚持挺韩改革就是喊假的 记者葛又豪高雄报道国民党新任主席江启臣上任后 将力保韩国瑜的市长宝座对此 台湾激进新闻部副主任张博洋批说 江启臣若坚持挺韩改革就是喊假的 江启臣接受媒体访问时强调坚定挺韩 要让韩国瑜可重新得到民众支持 也希望清全党之力 协助韩国瑜渡过难关 对此台湾激进新闻部副主任张博洋指出 江启臣是在国民党今年总统大选败选后 打出改革牌才得已在国民党扶上台面 但改革者竟然公然挺韩 拉拢黄复兴等旧势力 改革根本就是喊假的 张博洋认为中国国民党就像是过期食品 若好龙兵当选等同直接问人民要不要吃过期商品 而江启臣当选其实只是把过期商品换上新标签 对民众来讲根本没差 张博洋呼吁江启臣不要助纣为虐 高雄市民的盼望就是罢韩 江启臣若坚持挺韩 就是高雄市民的绊脚石 市民将在接下来的罢免投票 对韩国瑜及国民党做出选择 高市府则强调 韩市长目前就是全力冲刺市政 盼市民能看见市府在市政上的用心 韩国瑜昨晚也恭喜江启臣 希望在江的带领下 国民党能擦亮招牌 做时事换回民心 韩国瑜表示 改革是一场盛大艰巨的任务 看到江主席不为艰难挺身而出 我定尽力配合一切所需 一起向更好的方向前进 这一款总终十年 예를 voy